我是雅杰老师 今天也和大家见面了 那么我进行分享一个关于小六阅读理解 到底应该怎么做 那么每一年小五小六的阅读理解 这里面都是个难点 怎么样能把它做好 其实就是看小朋友们平常词汇量的积累 如果这里面你不能够认识的字特别少 你不能够进行推测和预测词里的意思 那么你整篇文章如果词物量很有限的情况下 就不能够很好的去完成它 所以为什么说要把低年级的华语基础 那么我们到高年级的时候 我们做起题来 下回事半功倍 其实小朋友阅读理解好不好 以我这些年的观察 其实第一个要注意词汇量 如果它的词汇量很有限 那么它就会出现很多词语 它不明白的问题 那词汇量是从小一到小五的一个大量的积累 它不是一天两天的 那词汇量其实从小一就开始训练了 如果那个时候还没有训练的话 不会做低年级的那个成语训练 或者是说那个好词好继续练 它这个时候词汇量一定有限 那么第二个就是你平时阅读的习惯 仔细读仔细 这个时候体现出来了 就是说你有没有仔细阅读 能够理解这篇文章 有没有这个好习惯 就是说理解课文的习惯 而且在做阅读理解的时候 其实我们应该知道 在读一篇文章的时候 它背后影射的是什么 有的时候它不仅仅是文章本身的意思 好那么还有一个 就是看小朋友的思维逻辑 什么意思 不要用英文的思维方式去阅读这个文章 它一定是汉语的华文的一种思维方式 和英文的是不同的 那么这个时候 其实就是考验小朋友的思维逻辑 好前后你是否就在读这个文章的时候 是否能够印在头脑里 能够把它理顺 能够明白它大致的意思 我们不要说每个词语都百分之百的去 其实不需要有一些词语 它没见过 没见过的时候怎么办呢 你可不可以做一个猜测 做一个预测呢 学习汉语的能力 其实真正会分析文章的 其实并不一定要它百分之百的这个词都会 你学会预测 你学会预测这些词语 所带给你 那个意思是什么 通过前面和后面 然后你来预测一下 这个词语应该是什么意思呢 你可能通过上文下文来揣测一下 到底是什么样的意思 那如果你做到这几点了 其实 你的阅读理解不会差 阅读理解不会差 那老师们在帮助他们做这个题的时候 我们尽量就是让他理解文章 整个在头脑里 所以当他读完一遍 就是说记性好的小朋友 然后呢 他读完一遍 其实后面的阅读理解 其实都不几乎不用翻到前面再去找了 那么就是 徐的就是说特别好的同学 他已经印在头脑里 那么还有一种 他必须必须又去重新读 比如说他读一遍不行 可能需要读两遍 好 那这个时候是需要的 那我们在做这个题的时候 一定要画答案 提醒同学们一定要去画答案 画了之后再主持自己的语言去做 不要百分之百的超 好 那么这个就是小六 普华的阅读理解 有机会我再分享一下 高华的阅读理解 好 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谢谢